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科幻惊悚喜剧牌掠夺者 影片一开场 高中生春花正在边上课边跟同学们闲着弹 这个时候 他的前男友栓柱推门走了进来 这栓柱刚从墨西哥回来 晒得跟糖炒粒的似的 加上人高马大一身的剑子肉 把春花看得是热血沸腾荷尔蒙爆棚 就打算不计前嫌破领中原 想着有什么误会双方可以坐下来谈 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看春花这脸色估计是不太可疼 不过这难不住春花 趁着月黑风高 春花光着网子又摸倒了春花家 可好话说尽 春花一看闻得不清就开始动手了 由于事发突然 春花没有任何的死相准备 于是二人将错就错 这就闯下了弥天大祸 第二天春花就有了妊娠反应 第三天一早肚子就大了 而且验韵棒也证明了这点 春花给春花打电话 想说说自己的情况 可春花除了想窃壳闹 煎鸣果子再来一条 啥梦也帮忙 春花又给闺蜜酱油妹打电话 可酱油妹的嘴跟金冠枪似的 什么喜羊羊爱上了灰带狼 李二嫂嫁给了隔壁的大老王 根本就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春花也没辙了 只好去求助小甜甜 春花和小甜甜以前是闺蜜 高二时两人因为一碗麻辣米线 最后不忘而散 为了能既省钱又快速地把这件事解决掉 并且不让任何人知道 小甜甜带着春花来到了一个 免费的综合急救医疗服务诊所 这个诊所的主要业务 就是为那些意外怀孕的女孩做任务流程 基督徒狗盛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反堕胎人 整天举着个大牌子 在诊所门口劝诫那些前来堕胎的女人 简直就是吃饱了撑的 在填了一大堆表格之后 春花被安排进了诊室 对于这种一夜大肚的情况 护士大姐还是头一回育的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护士为春花做了皮肠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春花肚子里那玩意儿 当时就把护士给吓掉 很快护士大姐把医生炮灰书给叫来 炮灰书行仪几十年 扼杀和接生过的孩子 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脸 一辈子行走在恶魔和天使之间 可以说是左手阳关道右手鬼门关的 护士大姐说你最好先看看皮肠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炮灰书满不在乎的说 不管任何的不对劲 对我来说全都不叫事 虽然春花和小甜甜也都提醒了多加注意 可炮灰书根本就听不进去 然后这哥们就嗝了屁了 原来从春花肚子里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型儿 而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外星生物 这孙子虽然个头不大 但历齿尖牙看见是爱好啥 而且这种外星生物 还可以利用超能力控制人的行动 春花和小甜甜一看 大事不好仨子就跑了 两人开车来到一家邮站 小甜甜发现春花的肚子 还是咕咕能当的 原来春花居然怀的是双宝胎 这下可把俩女孩彻底吓笑 为了解决掉春花肚子里的外星生物 两人想出了一个绝招 动了一台榨汁机 放在了春花的两腿之间 想着等外星生物一出来 直接就给压粉碎了 可这外星生物也不傻 一看外面凶多吉少 就意识到还是在里边好 为了赶快把肚子里的怪物生出来 小甜甜和春花 决定去找他们的兽医朋友 反堕胎人士狗声 听到诊所里有动静之后 呆头呆脑的进去看警网 当时就被外星生物给控制 接到报警的警察小胡子 开车车来到人 这哥们伸头往里边一看 当时就吓尿 急忙向总部做了汇报 小胡子警察通过表格上的信息 得知了春花家的地址 听了春花和小甜甜的讲述 兽医说 拴住在墨西哥肯定遇到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你肚子里那玩意 说不定就是一个 非法入侵的外星生物 为了尽快把肚子里的 外星生物给弄出来 兽医为春花打了自战争 伎俩参照的是大象的调整 为了以防万一 兽医让春花 躺在了一台大型粉碎机的前站 力争在第一时间 把外星生物给盖走 外事具备指倩东方 可外星生物还是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小胡子警察突然闯了进来 春花的妈咪冷淡姐 跟闺蜜刚从超市出来 就接到了小胡子警察的电话 这姐们来到警察局 听完整个故事之后 鼻子插插气外 因为她一个字都不信 而且情绪完全失控 冷淡姐之所以这么激动 并不是因为什么狗屁外星生物 她之所以15岁就生下了生活 正是因为当年年幼无知 没有采取安全措施 小胡子警察一看 这火药味太浓了 急忙把冷淡姐给拽了出去 成年人之间的沟通 那就容易多了 因为他们俩有一个共识 都认为外星生物这件事 纯粹就是春花下边 在小胡子警察的劝说下 冷淡室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 小胡子警察的搭档 大背头正在门口抽烟的时候 外星生物控制了 基督徒狗圣突然杀到了 外星生物之所以会来警察局 其实就是为了春花肚子里的亲兄弟 听到门口的惨叫 警察们都好奇的向外看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之后 才意识到春花说的那些鬼话全是真的 警察们一看这情况 叮叮光荡就开了墙 紧接着警察局里就乱了套 经过一场鸡飞狗套的混战 警察们几乎全都领了盒饭 就剩下小胡子警察一个人了 这小胡子警察刚才跟冷淡姐聊的不错 两人刚相互抛了个眉眼 外星生物就杀到 为了尽快把春花肚子里的 外星生物给弄出来 兽医领着大家伙去政务室取摧残剂 可刚跑到半路 兽医就被外星生物给揭露了 随后三位女士来到了政务室的门口 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冷淡姐不幸被外星生物给控了 在外星生物的召唤下 春花肚子里那位终于爬了出来 当春花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在拴柱家 拴柱听了整个过程之后 当时就懵圈了 春花说毛病就在你身上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在墨西哥到底经历了什么 拴柱也是一头的误帅 因为他根本就记不清 自己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经历 春花的生物老师 正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外星生物控制着冷淡姐出现 紧接着超市里是一片大乱 一些吃瓜群众当场就领了盒饭 生物老师一看这个情况 急忙给警察局打电话 已经沦陷的警察局 此时只剩下小胡子警察 一个人还活着了 要说这小胡子警察是真惊艳 接到电话之后 马上就赶过去了 拴柱走了之后 春花开始在屋里 翻箱倒柜的找线子 最后拿到了拴柱的笔记本电脑 电脑里有一段 拴柱在墨西哥旅游学习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里 春花和小甜甜终于找到了线子 当春花去参观一个 古生物学博物馆的时候 无意中触碰到了 关于玛雅人繁衍的雕像 从雕像里喷出的红色烟雾 被拴柱给吸进去了 两人根据视频中的其他一些资料 终于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外星生物通过拴柱 把种子传给了春花 春花生下一公一母两个小怪物 这两个小怪物在进行繁殖 从而壮大他们的队伍 小胡子警察来到超市一看 发现外星生物 正不准备在这里散一下来待 为了阻止外星生物继续回来 春花和小甜甜带着全套的工具 来到了酱油妹的派对 果不其然 拴柱正准备跟酱油妹谈监粉果了 此时的拴柱完全被 外星生物的毒气给控制 说话语无伦次丑态百出 春花正在为大家讲述 自己的传奇经历的时候 酱油妹被外星生物给控制 随后这屋里就全乱了套 眼瞅着春花要被外星生物 给控制的拴柱掐死 小甜甜用电机的方法 把外星生物逼到了扎实机里 然后一杯冒着热气的高蛋白饮料 就新鲜出炉了 春花赶到超市 首先把他妈咪冷淡节给救出来 然后利用催产剂 又干掉了准备生娃的另一个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子 男女恋爱别太早 更不应该瞎胡搞 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仅绿色还还保